时序进入12月 除了庆祝耶诞节之外 日本民众也开始准备元旦要过新年 今年日本元旦假期 睽違五年有长达九天连假 不少民众想趁着长假出去玩 根据预估 今年打算出国的民众 比去年增加了13% 这门旅游地点 除了日本人最爱的夏威夷之外 还包括南韩还有台湾 进入12月 日本各地开始充满节庆气氛 今年日本元旦连假 最常达到九连休 民众开始规划过年要到哪里玩 难得有长假 不少民众憧憬到夏威夷旅游 享受夜景跟美食 根据旅行业者调查 日本今年计划出国旅行的人 预估有52万 比前一年增加13% 人气最高的旅游地是南韩 台湾则位居第二 有11.4%的人打算到台湾 根据企业调查 今年大约有6成4的民众打算在家里游贼过年 或者回老家跟家人团聚 由于受到日元贬值影响 出国旅费上涨 每人平均得花27万3000日元 大约台币59000块 比前一年多了7% 日本国内旅行花费也创下历史新高 每人平均得花4万3000日元 大约台币9300块 旅游业者推荐 广岛 仙台及民谷等地方大城 交通便利 住宿费又实惠 另外针对想出国的民众 则推荐新加坡 泰国 越南等国家 物价便宜又有廉价航空直飞 另外还有业者推荐 年轻人可以尝试打工换宿 不但能免费住宿 还能赚取打工费 空闲时还能滑雪或泡温泉 体验与众不同的过年假期 文静兵